一女子四次乘坐飞机没买票 怎么做到的 一男子驾驶的水上摩托没油了 游用到机场却被逮捕 所以今天探讨的话题就是五个无视安全系统的人 穿越围墙 1961年到1989年间 德国柏林中间建立了一堵柏林墙 这堵墙两侧有302座瞭望塔 11000名士兵和护卫犬 墙上还有电网 可以算是德国守卫最严密的地方了 但是有人却可以躲开守卫成功越过这堵墙 1961年 马戏团演员霍斯特爬上电线杆 用一根木棒保持平衡 从电线杆上穿过了这堵墙 1979年9月 机械师梅森制造了一个热气球 梅森和他的家人乘坐热气球 从空中穿过了这堵柏林墙 飞机偷渡 2018年 从芝加哥奥黑尔国际机场飞往伦敦的飞机中 66岁的玛丽莲没有登机牌和护照 却成功地抵达英国伦敦 他是怎么躲开机场的检查顺利登上飞机的呢 监控显示 玛丽莲会用头发挡住脸 然后躲在人群的后面 偷偷上了机场巴士 根据警局的记录显示 这已经不是玛丽莲第一次这么做了 他曾经四次没有机票和护照登上了飞机 因偷渡罪被逮捕 入侵机场 2012年 31岁的丹尼尔从纽约亚买加水湾的水上摩托具会上失踪 原来他的水上摩托车行驶到一半没游了 他只能游泳上岸寻求帮助 他不知道自己最后游到了哪里 他爬上了一个高约2.4米的围墙 然后穿过了两条飞机跑道 到达了一个开阔的公众场所 然后被工作人员抓了起来 原来丹尼尔闯入了 安装了最先进的反恐系统的肯尼迪过季机场 但是却一直没有被发现 直到工作人员发现他身上湿漉漉的 且穿着救生衣才将其抓了起来 警察以非法入侵罪逮捕了丹尼尔 克莱机场应该好好整修一下他们的反恐系统 机场抢劫 2013年2月 从布鲁萨尔机场到瑞士的飞机上 运送了价值3.2亿元的钻石 发明抢劫犯伪装程警察 驾驶警车从机场的一个破洞中开入机场 然后带走了这些钻石 现在这些钻石仍然未被追回 进入女王房间 1982年7月9日 31岁的迈克尔爬上了4.3米高的白金汉宫的碑墙 然后沿着盘水管从窗户跳进了英国女王的房间 女王看到迈克尔之后十分疑惑 然后他与迈克尔进行了交谈 后来迈克尔说想要一支香烟 女王叫适应生来为迈克尔准备香烟 适应生看到屋内的警警后报了警 然后迈克尔被警察带走了 这件事情发生后 女王将负责安保的威力辞退了 听说长安点赞会让你好运连连 评论区留下你的观后感吧